今天教大家双打揭发 首先是准备动作 这个准备动作拍子是在你正中间 和你头一样的高度 好多人 都在这里准备 在这里准备 如果人家打你反手区 你得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这样时间就耽误了 在这个位置吧 如果去正手区也快 去反手区也快 再来 这个揭发以 推底线为止 我建议你们 第一个球第一排 一定要过 前面的对手前面那一个人 尽量先推底线为止 推完了之后 立马取牌 这站位问题 准备动作已经完成了之后 你们的左脚的位置 可以稍微向着你们的对手 好 我建议能力好的 就是比如说人家偷后场的 你们能力好的 可以很快的 又去到后场 击球的 可以往前站一点 如果能力不怎么好的 然后还怕人家偷你后场的 你们可以往后站一点 然后这个站位 别往中间站 稍微往这个 中间线的这个位置 站位 这里有个细节 也是很重要的 你们准备的同时 左脚 右脚 的前脚 稍微垫起来一点点 准备随时启动 也是防止人家偷你偷场 你可以快速的启动 快速的就启动 你们揭发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 抢上去揭发 你们的步法 准备好了之后 这个右腿 必须要抢上去 去揭发 注意了 好 好 谢谢观看